细说诗经第九十页凯峰 诗序凯峰每孝子也 为之迎风流行 虽有妻子之母 有不能安其事 故每妻子能尽其孝道 以为其母心而成其巨儿 意义 凯峰这首诗是赞美孝子的诗 为国的迎风盛行 虽然有七个孩子的母亲 还是不能自己安分于其家 所以赞美妻子能够行孝道 安慰母亲的心 以促成母亲的志向 那这首诗呢 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在周代呢 贵族的子女出嫁的时候 需要帝或子女陪嫁 帝就是妹妹的意思 女帝就是妹妹的意思 这是明媒正群的一部分 他们的出生等同于其 所生之子地位高于树子 那这样的人被称为印 那这个故事里面是 有一个词母叫做文敏 这个故事是文敏跟他七个孩子 孝子的故事 那文敏呢 他是谁呢 他是周离王女儿王姬的右印 就是他是陪同王姬 然后嫁给齐桓公的一个女孩 他作为他的右印 然后他本身 他是楚文王的嫡身女 就是他也是楚国的一个公主 这样子 那里记的区里有说 公侯有夫人 有侍妇 有妻 有妾 那文明的地位 原本是右印啊 就是侍妇 所以按照那个时候的古代礼法来说 齐桓公他是 他只能够娶一位夫人 那位夫人就是王姬嘛 但是他因为自己好色之心 所以王姬死后他还是想要再娶 所以他就不承认文敏的 师父的地位 然后所以他也不承认说文敏的地位是右印 那文敏的地位他就被贬为妾了 妾就是婢女的意思 还不到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妾 是婢女比妾还等级更低的 可是这个徐盈又不会生孩子 然后齐桓公又娶了三夫人菜鸡 那事实上文敏他已经为齐桓公生了七个孩子了 那原本他的孩子大儿子应该要被立为太子的 但是齐桓公他因为自己的私欲就一直要娶新的老婆 所以他的孩子地位也是很低 他的地位也是很低 那当文敏的第七个孩子已经十岁了 依照那个时候的惯例是需要上小学的 但是徐盈呢 在亡基时候他继承了大夫人的一个位置 他就刻意为难他不给他阴性 因为如果他不取得阴性的话 他的孩子就没办法去上小学 然后他就一直提前要去拜访徐盈 徐盈就刻意不跟他见面 一直不跟他见面 那如果这个文敏呢 他可以在家族聚会的时候 当面提出来的时候 那家族长老一定会帮他主持公道 因为毕竟呢 他的孩子也是齐桓公的亲生孩子嘛 那可是他为了要给徐盈留下面子 所以他就选择自己私底下去找徐盈 为他留个颜面 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谦工的人 他会要他的孩子们千万不要去争权夺利 就是跟他一样谦让这样子 那其实古代的妾他们的地位很低 而且他们很辛苦 因为古代的诸侯王 他们的夫人要下田去纺织啊 或是做一些家事 那如果夫人生病的话 妾就要帮他们完成全部的工作 所以文明等于说他要做很多家事要照顾孩子 他是非常辛苦 而且又没有地位又被欺负这样子 那到了他要不能再拖 然后已经要上学了的前一天啊 他要去找徐盈啊 就请他给他印信啊 结果徐盈呢 他就终于见他了 没有再避不见面 可是他见他的时候 他就对他大骂 破口大骂 那一骂呢 就骂了三个多小时 就是一个多的时辰 就是三个多小时 或许三四个小时 也不一定 反正就是从早上一直骂到 从大太阳的时候 一直骂到天要黑了 可是文明啊 他是非常的着急啊 因为徐盈一直在骂他 其实文明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因为他一直在让 然后一直很前功 一直很温顺 但是徐盈就是嫉妒他有孩子 他自己没有孩子 所以他一直骂他 然后呢 文明他为了自己的孩子 在徐盈骂他的时候 他就很小声的说 能不能给他隐姓 然后这样子 因为徐盈他还没有骂够 所以他就勃然大怒 就把他身上的配件啊 然后全部都脱下来 然后让他打扮的 就是没有任何配件的素人 把他关起来 然后他要去告诉齐帆公说 就是他以下犯上 所以呢 这个文明跟他七个孩子 全部都扁为素人了 那事实上原本 他们的待遇应该至少 就是齐桓公的儿子 应该至少都是有高官啊 有后路 可是他们都被扁为素人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七个孩子跟文明 他们就要被赶出齐国了 所以呢 赶出齐国 他们就要走五千多公里 然后历经半年的时间 才回到楚国 那再回到楚国的路上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楚国的人会对一个 那个落难的公主 会怎样对待他 还是未可知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七个孩子就很孝顺 就做这样的一首诗 来慰问他们的母亲 这样子 让他们的母亲不要伤心 那我们再回来看 诗序的部分啊 那我们被赶出来的 七个孝子跟文明 他们是从哪里被赶出来的 是从齐国被赶出来的嘛 齐国齐桓公公子小白 那边被赶出来的 那为什么诗序他写说 凯峰每孝子也为之迎风盛行 那是因为说 那时候我们之前 前几篇我们有讲到说 周旭啊 他在杀了他的 哥哥魏桓公之后 他自立为王嘛 那自立为王之后 他的有个很正义的大臣 叫石雀的 他又设计了 把这个昏君啊 暴虐无道的一个君主 给杀了 那杀了之后呢 就是他们的弟弟 魏宣公继位 那这个魏宣公呢 他就是一个 欢迎无道的人啊 所以这边 还是在讲魏国 魏之迎风流行啊 那后面虽有妻子之母 又不能安其事 那他是自己自愿不能安其事 不能够留在齐国吗 不是 他是被赶出来的 但是这七个孩子的母亲 他是怎样的母亲呢 他是一个慈母 他是一个谦让的母亲 所以用这样美好的德性 然后来跟这个迎风 做一个碧玉 做一个劝戒这样子 所以呢 就赞美这七个孩子 能够尽孝道 然后 即使他们的母亲 犯了一点点的小错 然后 他们也不会 因为被贬为树人 这件事情 而去责备他们的母亲 反而是 尽力的去安慰他们的母亲 就是在 他们回楚国 这半年的途中 的这个路上 去尽力的安慰 他们的母亲 然后 让他们的母亲 可以不要那么自责 而且他们在路上 还用简单的东西 帮他们母亲 做一个小轿子 然后就有 其他六个比较大的孩子呢 一起 弹着那个小轿子 然后最小的孩子 就是用牵着走 那好在好在 他们后来这七个孩子 到了楚国之后 因为他母亲 本来就楚国的公主嘛 他 好在他们后来都变成了 楚国的上大夫 也是有很美好的结局 因为他们本身是贤德的 那我们现在 先来把诗念一遍 凯封自南 吹笔吉星 吉星夭夭 母士屈牢 凯封自南 吹笔吉星 母士圣善 我无令人 原有韩泉 在郡之下 有子七人 母士劳苦 现往防鸟 再好其音 有子七人 莫为母心 他们被赶出奇国的时候 是在公元前的六百四十三年 那时候是夏天四月 所以非常的热 那凯峰呢 凯峰是怎样的峰呢 毛转云 南风未知凯峰 南风就是夏天所吹的风 乐夏之长养 就是说夏天的风呢 可以让万物有很好的滋养长大 也像是母亲 就是滋养孩子 让孩子可以长大这样子 所以呢 第一句凯峰自南 就是夏天的风啊 吹笔吉星啊 那吉星呢 朱熹的诗经吉传说 吉就是小木重生 多次难长 而星又是非常自若的 以凯峰比喻为母亲 吉星比喻为孩子年幼的时候 那并不是代表这七个孩子都很年幼 最小的是十岁嘛 那其他六个也会有比较大的嘛 那所以呢 这个吉星代表说 母亲从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 很脆弱的时候 就开始用他很温暖的南风 来滋养着我们 陪我们长大 后面吉星夭夭母式去捞 这些吉星呢 就是小小的树啊 他们可以长得树木非常枝叶茂盛 也是母亲的辛劳 取劳就是辛劳的意思 劳取也是辛苦的意思 同一副词 第二句 凯峰之南 吹笔吉星 母师圣上 我无令人 第二句也是说啊 就是母亲像南风一样啊 就是吹笔着我们 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吉星那个新制财草的意思 那这边有一个暗喻呢 这个暗喻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吉木是小树木 所以他们在长大之后 也只能成为烧火做饭的木材 那母亲将儿子拉拔长大 儿子没有成为国家的栋梁之财 而反而被贬为树人 那以前先秦时代呢 十五岁成年的时候 就是树人他们就可以复兴 就是背财火去卖 官方之家就跟他们买财火 这样子 然后下一句 母是圣上 我无令人 就是母亲啊 你是那么样的圣洁 善良伟大 但是 我无令人 令人就是品德美好之人 我却一点成就都没有 这其实是一种 天让 然后 赞扬母亲 让母亲能够心情比较好的一种说法 一种安慰的话语 就是很善良的一个话语 然后下一句 原有韩泉 在郡之下 有子欺人母是劳苦 他们 因为他们走了半年才到楚国嘛 所以这是他们在路上的所见所闻 然后他们在行进 到一个叫郡义的城下的时候 看到那边有韩泉 那他们可能就坐下来喝这个韩泉的泉水了 就解渴嘛 那他们就会在这个停下来的时候就想到说 哇 这个 这个韩泉的泉水 就是 让那么多人可以解渴 那 母亲养了我们七个孩子是多么的伟大啊 我们却不能像这个韩泉一样 就是滋养母亲 慰绕母亲这样子 然后第四句 现返黄鸟 载好其音 有子欺人 莫为母心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时间点季节已经转换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返黄鸟 现返就是美丽的样子 那黄鸟就黄鹰啊 那黄鹰是什么时候的鸟 应该是春天的时候鸟叫很好听嘛 那 美丽的鸟 鸟 黄鸟啊 黄鹰 它有美好的外貌 而且它也有很好听的声音啊 这样子 美好的外貌 很好听的声音 可以慰绕着路人 让路人的心情感到很愉悦啊 可是像我们这个七个小孩 我们却没有 任何东西可以安慰母亲您的心情 我们很惭愧啊 就是连一个小黄鹰都不如啊 就是希望母亲听到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好 然后就比较不会自责 就是自责自己犯了一点点小错 然后让大家被贬为素人 然后被赶出了奇果 事实上她母亲并没有犯错 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律 其实对很多人都很不公平 像她那个徐盈她骂人就骂了三四个小时 谁说得了 她一定要为她的儿子争取上学的机会 她才小小说了一句话 小小声的说了一句话 就被废为素人了 那这个命运真的是很可叹啊 那好在好在 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楚国的上大夫 也是一个有很好的一个结果 那最后呢 以为其母亲而成其志儿 就是他们在这个路上 也是互相的砥砺 互相的支持 然后让他们可以彼此成为自己 彼此的心灵的依靠 然后终于到达楚国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有仁德的人 所以就是也会有好的结局 这样子 那现在就讲完了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认真的过来